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 第一百二十八页 最后一行 上午我们学习道 当相敬爱 无相征集 有无相通 无得贪其 接下来 依然是 在生活当中 非常实用的教诲 可以说 这就是教我们 怎样在生活中 去做一个觉悟的人 觉悟的样子 表现在这些地方 佛法怎样用在生活中 颜色长河 莫相伟丽 颜就是言语讲话 色呢 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 表情 我们的脸色 言语要温和 脸色呢 不能够 让人看到 觉得 很别扭 生起烦恼 就是我们常讲的 和颜悦色 应当这样 我们偶尔颜色合一合 并不难 我们见到喜欢的人 讲话会很客气 脸色会非常好看 可关键就在什么地方呢 看到讨厌的人 不喜欢的人 我们还能不能这样 所以这里有一个 长 颜色长河 不是偶尔啊 是常常这样 每天这样 见到每个人都这样 有人说了 这个有点难了 见到讨厌的人 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这个讲话 怎么也融合不了 这地方正是我们 要克服的 要学习的地方 有一个女孩子 她平常很任性 常常喜欢骂人 脾气很暴躁 妈妈劝了她好多次 让她改 没有用 大概从小的时候 没有发现 没有及早的调教 后来有一次 这个女孩子 好像是跟她的弟弟 在一起玩耍的时候 发脾气 两手插着腰 瞪着眼镜 要骂人 就在这个时候 妈妈拿了一副很大的 穿衣服时候的 很大的一面镜子 放在她面前 对着脸 让她自己看 看到之后 自己也笑出来了 她说 我怎么这么难看 自己对着 才发现 原来呀 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是那么丑陋 从这一天开始 她每每要发脾气的时候 就想一想 这一发脾气 要骂人了 样子就很丑 女孩子嘛 就不漂亮了 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果然有效 过了一段时间 脾气就改了很多 也不再那么任性了 这个方法 我们不妨也参考一下 试一试 有很多学佛的同修 也常常这样 无奈地讲 我们也知道 在生活当中 不要发脾气 一发脾气 火烧功德灵 修了再多的功德 一把火全部烧掉 我们调查一下 这位同修 今天有没有发过脾气 有没有不高兴 不敢说 不好意思 上一次骂人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发脾气 是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修集了多少功德 不要问别人 问我们自己 先要早一早 上一次发脾气 是什么时候 发脾气之前的功德 全部不算了 没有了 一把火全部烧掉了 如果是昨天 刚刚发过脾气 大概只有今天上午 听经念佛的功德 如果进讲堂之前 才发过脾气 功德从现在修习 前面的功德 全部烧光掉了 火烧功德灵 我们常常听经 经典当中 常常提醒我们 可是有时候控制不了 人的情绪上来的时候 一点办法都没有 怎么办呢 口袋里装个小镜子 要发脾气的时候 拿出来照一照 知道什么叫恐怖分子吗 那个时候 镜子里面献出的像 就叫恐怖分子 那个人就是恐怖分子 就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 骂人的时候 像凶神恶煞的时候 那不是恐怖分子又是什么呢 恐怕比恐怖分子 还要恐怖 这个时候真的 一念称心起 就障碍我们 求觉悟的心理 百万帐门开 所以不能不留心 等到情绪上来的时候 再想去转 来不及了 应当在平时 脾气还没有发作的时候 就要留心去调和 养成一种生活习惯 不管遇到什么人 我们养成一种和言爱语 笑面相迎 讲话呢 不说像佛菩萨 那么样慈悲 那么样柔和 经常讲菩萨讲话 都是柔和言语柔和 让众生听到 能够生起觉悟之心 我们的言语表达出来 让人听到 有时候会生起烦恼之心 这都是我们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 多留心 有些话 我们试着 多换几种方式 有时候同样的意识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效果就不一样 慢慢地养成一种习惯之后 我们就会像布袋和尚 弥勒菩萨一样 不管遇到什么人 都是笑面相迎 有人说 这个人很讨厌 我实在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就装个样子 装久了 就真的笑出来了 你看布袋和尚 笑什么呢 就是笑天下可笑之人 就想这些人很可笑 不知不觉就笑出来了 笑久了 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不跟众生结恶缘 从这地方学起 这学佛人 我们走出去 要让别人看到 学佛人不一样 他们每一天 都是笑口常开 他们的生活 过得很快乐 以前老和尚在美国 弘法的时候 有个小道场 这个道场附近 住一些外国人 他们常常就看到 这个道场里面的法师们 每一天 都是笑口常开 笑眯眯的 感觉到有些奇怪 有一天就来问 说你们天天在这边 这么开心 到底在学习什么 你们修的是什么法 然后老和尚呢 就让法师告诉他们 说念阿弥陀佛 他们不懂 就跟他们讲 说我们学习的 三桩事情 哪三桩事情 头一桩事情 开心 我们学开心 阿弥陀佛 无量欢喜啊 欢喜光佛啊 第二桩事情呢 我们学智慧 学聪明 第三桩事情呢 我们学健康长寿 这外国人一听 眼睛都睁大 说这个都很好啊 我们都想要啊 怎么学啊 然后老和尚就跟他们讲 你们呢 星期天进教堂去做礼拜 星期六到这边来 教你们开心 教你们有智慧 教你们健康长寿 这样一来呢 两边不冲突 外国人听到就会开心 如果你要说这是一种宗教 那样阿弥陀佛的 干什么干什么 求往生的 他们一听就要考虑考虑了 这就是说 我们学习佛法 要让社会大众认识到 佛法对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 都有真实的帮助 学了佛之后 把烦恼变成菩提 菩提是什么 觉悟啊 觉悟的人一定是笑苦常开 心里面有烦恼的事情了 我们为什么每一天愁眉苦脸 好像见到每个人都欠我们很多钱 见到谁都不高兴一样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甚至晚上睡觉做梦 都还在跟人吵架闹别扭 心里面的这些心结太多了 这样不管有多少钱 生活都不会快乐 生活品质一定受影响嘛 所以这不是我们应当要过的生活 我们要过觉悟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开心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这些教会当中啊 看到佛所讲的真的 用现代话讲 这都是很人性化 生活化 每个人都需要 默像伟立 伟立 用现代话讲就是叛逆 现在很多做家长的感叹啊 说孩子叛逆 尤其是十几岁的时候 孩子叛逆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 也挺叛逆的 我们学佛人呢 在佛菩萨看来 我们就像孩子一样 佛教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不一定完全去做了 佛讲十句 我们有一句照做 就不错了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看 佛菩萨看我们 可能我们这些 真的都是处在叛逆期的孩子 像经常讲的这些教会 我们能保证 一百分全部做到吗 不一定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到其他人 有时候觉得做得不怎么好 回过头来 也不妨想一想 我做的也未必非常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重心转移过来 用来调整自己 而不是天天看这些不好的现象 不好的人 让自己处在烦恼之中 默像伟利 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 不要结恶缘 不要老是跟人闹冲突 闹意见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心平气和地沟通 家里面夫妻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走出去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乃至我们到道场里面来 大家都学佛了 同修之间 在道场里面 有意见 要互相沟通 不要闹别扭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大家都念佛了 念佛的同修 应该说志同道合嘛 但有时候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念佛 因为念佛的声调不一样 闹别扭 有人念的大声 有人念的小声 念大声的说小声的不开口 小声的说大声的干嘛那么吵 两个人就开始闹别扭 有人喜欢念六个字 有人喜欢念四个字 念六个字的就说 你们念四个字的偷懒 你们念四个字的不如法 念四个字的就说 干嘛要加两个字 佛号嘛就是阿弥陀佛 够了嘛 这样的情况也有 听起来真的像小朋友一样 在一起闹别扭 其实这些关系都不大 只要大家肯念佛 怎么念 没关系 念得欢喜就好 只不过 在同一个念佛堂 最好声调一致 用固定的佛号 大家走进来都可以随众 大家念得心很欢喜 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佛号 我不喜欢这样念 没关系 你就不要念吧 听就可以了 或者你在这边念得别扭 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念 没关系的 不要因为念佛而起了烦恼 这就太不值了吧 念佛是要帮我们断烦恼的 不能因为念佛而增加烦恼啊 这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在生活中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要想一想 我是为什么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学佛了 难道我们到道场里面 来学习佛法 是为了小小的意见而闹别扭吗 不是的 过去有一位禅师 禅师喜欢养一些花 来庄严道场 特别喜欢养兰花 因为兰花代表君子的气质 它有忧香 在道场里面 确确实实 它能起到绿化环境 庄严道场的作用 又几盆兰花 禅师特别心爱 有一次出远门弘法 临走之前 就把几个徒弟叫来 这段时间我不在 你们把我养的花呢 好好照顾一下 不要让他哭示 不要糟蹋 徒弟们都记住了 结果禅师走了没几天 有一个小徒弟特别调皮 到处玩耍 不小心 把禅师最心爱的一盆兰花 给打破 当然也糟蹋了 那徒弟们在一起 感觉到 哎呀 这一下子惨了 师父回来 肯定会发现 发现之后 我们肯定 没有好日子过了 肯定要惩罚我们 师父回来之后 这些徒弟们啊 都提心吊胆 等着师父训斥自己 结果师父把他们召集 到一起 跟他们开会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因此 过多的责怪你们 然后禅师讲了一句话 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 你们认为我会很生气吗 不会 我养兰花的目的 恰好是为了调养性情 是为了庄严道场 如果因为破了一盆兰花 我就生气了 这个兰花干脆不要养了 它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可是还是要吸取教训的 不能听到师父不生气 以后多打碎几盆 那这样就颠倒了 这样一来呢 大家就能够从里面 得到启发 细续教训 我特别欣赏里面 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为了生气 而养兰花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生活中 可以复制一下 譬如说 很多家庭里面闹别扭 夫妻之间吵嘴 想一想 那两个人结婚 是为了吵嘴吗 两个人走到一起 是为了闹别扭吗 应该不是啊 既然不是 那就不要闹了嘛 那就不要吵了嘛 不要为了这么点小事情 斤斤计较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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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管教 是应当的 但是 要知道 采取一些手段 要起到正面的效果 如果不能起到正面效果 也应当调整 不是为了骂孩子 而生下这个孩子 不是为了逼迫他成长 而教导这个孩子 所用的都是一种善巧 那么儿女 孝养父母 也是这样 对待父母的所作所为 有些时候 不要太计较 能够用善巧方便 引导规劝 很好 有些时候 劝不了的 没关系 欢欢喜喜 不能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不计较 朋友之间 有时候 为了几句言语 甚至为了几块钱 闹别扭 这也不值得 那么学佛同修之间呢 大家到道场里面来 我们是来学佛的 不是为了闹别扭 不是为了在这个地方 去争论的 常常想到我们的发心 找到那个原点 很多事情都化解了 所以这些地方 值得我们去留心学习 我不是为了生气 来学佛 我不是为了闹别扭 来念佛 这样一来 我们这个叛逆的心理 抵触的心理 慢慢就会减少 这是默想伟利 这一句 我们这样学习 接下来说 或时心真 有所会怒 或时就是有时候 有些时候 心真啊 是心里面动一个念头 感觉到这个事情 不行 我要争口气 我要跟他讲讲理 这事情就是他不对嘛 好像自己理直气壮 掌握真理一般 有所会怒 会啊 是藏在心里 没有发泄出来 怒是表现出来了 不高兴 表现出来 发怒 不管是藏在心里 还是表现出来 这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了 种下了恶因 下面呢 就是讲的果报 后世转据 至成大悦 将来的果报 就越来越严重 这个就是一般人讲的 比如讲话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积小怨 成大怨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 一个小小的怨恨 我们感觉到 这没什么嘛 那么学习佛法的通修啊 应当了解 因果 这个因种下去了 就像一粒种子 这一粒种子 微不足道 你把它种下去之后 它会慢慢的成长 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它发芽 破土而出 最后 可能是一粒很小的种子 长成参天大树 不能不流行啊 所以小小怨都不要结 在心里面 不要存有怨恨 不管因为什么事情 不要恨 不要怨恨 怨恨别人 痛苦的决定是自己 有人说了 有时候想不通 我也知道不应当恨 可是想一想 说服不了自己 不是说服不了自己啊 是不愿意说服自己 这地方我们要把观念 转过来 我们要试着 让自己去适应 这一种情况 金刚经上啊 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方案 就是教我们说服自己 就是学佛人 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不如意 大大小小的不如意 几乎每天都会有 我们应该怎样去化解呢 要用智慧 金刚经上 佛这样讲过 所以如果有人 受持读诵这一部经 这部经是金刚经 一切经都一样 就是说一个人学了佛 学了佛 受持佛陀教诲之后 就是我们学了佛以后 假如在生活中 有人啊 恶意的诽谤我们 骂我们 障碍我们 就是种种不如意 在我们生活中出现了 应该怎么办 金刚经上这样为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来了 消业障的大好机会 成佛的大好机会来了 应当好好地把握 佛是这样说 如果受持这一部经 若为人倾鉴 是人先是罪业 则为消灭 这个人过去今生所造作的种种恶业 因此消灭了 就是种罪轻报 本来这个业可能要多恶道的 现在不用多恶道了 有人啊 替我们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想明白了 我们不用去了 谁去呀 骂我的那个人 他要去 他要去呢 我要感谢他 我不能再恨他呢 我要再恨他 意思是讲 别走别走 你要去地狱 我跟你一起去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他要骂我们 他要造恶业 他要障碍我们 那就是他拦住我们 让我们不要去恶道 他去了 他替我们消业障 感谢还来不及呀 怎么还忍心回过来恶言相向呢 不仅如此 后面佛又说 当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什么意思呢 很快这个人就成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我们讲成佛了 这是成佛的机会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 金刚经上的忍辱先人 接受割力王割结身体 他没有怨言 他知道这是个大好的机会 这是磨练自己的心性 让自己早早地脱离 这个业障的境界 自己如果真的能面对 能承受 这一下就超越了 所以金刚经上说 一切法得逞于人 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这一类的事情 要学着 用智慧去化解 我以前啊 看到这个古希腊的大哲学家 苏格拉底 处理这些事情呢 真的很有智慧 就是他不管在生活中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总是用一种乐观的态度 去面对 他不会像一般人 按照自己的意识 主观成见很强的 去转外面的人或者环境 他不是 他总是很乐观 不管遇到什么境园 遇到什么人 关系面对 有一段时间 他跟几个朋友 共同租了一间房子 在一起学习 这个房子很挤 里面住了几个人啊 大家生活的都很别扭啊 那么别人看到就说 哎呀 你干嘛跟他们 这么委屈的在一起 为什么不一个人 去过生活 一个人租一间房子 多宽敞 他也有这个能力 他就说啊 你不知道啊 几个同学难得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 互相照顾 多好啊 有这个机会 我应当好好的把握 怎么可以跟他们分开呢 这个朋友听到之后啊 无话可讲 觉得这个是他需要的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这些同学都有事情 一个一个离开了 剩他一个人 朋友又来了 你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变成孤家寡人了 他就说太好了 以前同学啊 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间很少 现在没有人干扰了 我正好一个人 可以多看一些书 对我来说 这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以前他住的房子在底层 就像一栋大楼 他住在底层 这个楼上啊 常常 半夜三经啊 这个会制造一些噪音啊 这个家里面人 有时候也觉得很烦恼 他就说 不要烦 不要烦 住在底层多方便啊 有亲戚朋友来 走亲戚啊 他不用爬楼梯啊 直接来就到底层啊 多方便啊 不需要想负面的 多想想 有利益的 有正面的 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环境改变了 搬家 结果他搬到了顶楼 这个时候啊 这个又有人在这边开玩笑 说他凤梁话了 你以前说底层很方便 现在跑到顶楼了 还有什么方便呢 他说顶楼太好了 没有人干扰 只有我给别人制造噪音 别人不会给我们制造噪音了 不管换什么样的环境 总是用一种乐观的心去面对 更要命的是 很多人可能听过 苏格拉底家里面 有一位很厉害的老婆 他这个老婆啊 出了名的破妇 脾气很暴躁 天天骂人 不骂别人呢 就骂他 常常动不动 拿他开刀 可是他呢 居然能够忍受一辈 那要是现在 现在先生肯定跟他离婚了 早早就分道扬镳了 他不这么想 每一次太太骂他 他不是找个借口躲开啊 这个做先生的这一块 不妨借鉴一下 你要想一想 太太要骂的时候 你要躲开 他很郁闷 要骂人找不到 他下次遇到就加倍的发脾气 所以苏格拉底这一块 他想得明白 他要骂不躲 不但不躲 欢欢喜喜面对 搬个小凳子 坐在那边 你好好骂 而且是笑眯眯的听 骂完之后 给他沏一杯茶 赶紧端上去 好好的润润赏志 如果不累的话 您接着骂 确定他不再骂了 然后挑大拇指 给他称赞 说太好了 你今天骂人的技巧 进步很多 昨天骂的不太清楚 今天骂的 我终于明白是这么回事了 太太听到 有时候也哭笑不得 可是这个脾气改不了 而苏格拉底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 能保持冷静的思维 不愧是一代大哲学家 就他思维的方式 他看问题的角度 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肯定就采取负面的做法 那么学佛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种智慧 智慧就是在生活中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要从正面去看待 负面因素我也不会忽略 但是我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正面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总是从正面去看待 积极地面对每一件事情 哪怕这个事情 在别人看来很倒霉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种 增上缘 举个例子 譬如说 学佛人丢东西了 在一般人来看 丢东西绝对不是好事情 可是我们听老和尚讲经 老和尚说了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丢东西算不算好事 一般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怎么可能是好事呢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他在生活当中 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家里面进了小偷 丢了很多东西 朋友们听说都来慰问他 他不但没有一丝毫的沮丧 没有怨恨小偷 反而回过来安慰这些朋友 朋友们着急 他不着急 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安慰信 信的大事内容是这样说 说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 你们这样关心我 我非常感谢上帝 派这个小偷到我家里来 在我们学佛人讲 这也是佛菩萨安排的 考一考我们 是不是突破这个境界 首先呢 我对这个小偷 没有任何埋怨 埋怨也没有用啊 你在这边骂死他 他也不会把东西给你送来的 所以这个事情要想明白了 到最后你骂 骂得要死 不是他死 可能是自己气死 是不是呢 所以很多人遇到这个事情啊 情绪冲动 往往就陷入一个怪圈 进入恶性循环 丢东西了 东西丢了已经很悲哀了 然后又生气 生气又伤身体 伤身体又要住院 住院又要花钱 因为丢一块钱 再要花十块钱 你说这不是不划算吗 所以罗师傅的分析也非常有道理 他列了三条理由 感谢这个小偷 第一 这个小偷到我家里来 虽然偷东西 但并没有伤害我的家人 我很感谢他 我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 没有受到惊吓 我要感谢这个小偷 他是悄悄进来 悄悄地出去 家人不知道 第二呢 我要感谢 这个小偷呢 很客气 我家里这么多东西啊 他没有全部拿走 只是拿了一点点 太给我面子了 还能让我好好过生活 我要感谢他 第三呢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 是他做小偷 而不是我做小偷 没有让我选择做小偷 做小偷很可耻啊 可耻的是他 他选择了可耻的事情 不是我 丢东西不可耻 偷东西才可耻 我并没有做什么可耻的事情 我干嘛要生气 我干嘛要悲哀 我干嘛要沮丧呢 应该沮丧的是小偷 而不是我 应该良心不安的是他才对吧 这样一说 朋友们感觉 哎呀 真的有这样大心量 用这样智慧的眼光 看待问题的人 真的不容易 我们学佛人也常常 用佛法来看待这些问题 那么生活中的很多烦恼 不说完全没有 就能减少一些 真的是古人说的 赛翁失马 焉之非福 丢了东西 我们就想 一方面 佛法讲因果还债 我要感谢他 这个债主我不知道是谁 我要找他很难 他主动找上门来 太好了 不用我送去 既然他来了 那就让他拿走吧 第二呢 我们要这样想 哪怕这个东西不是欠他的 既然他拿走了 那就当我送他了 结个善缘嘛 反正要不回来 何不做个人情呢 就当我照顾他 供养他了 希望将来 有缘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一起学佛 希望他能够回头示案 不要产生 任何负面的想法 不要结恶缘 更进一步 念佛人呢 这个地方 考验来了 我以前在马来西亚 听到一个念佛同修 他亲自遇到一个事情 所以一个念佛人 也是我们常常念佛的同修 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啊 躺在床上 大概是病重 但是人还是清醒的 可能差不多要走了 别人呢 看起来也感觉到 他是临终的状态 所以有些同修啊 也去助念 正巧这个时候 邻居是个印度人 到他家里面来 干什么呢 说有急事 他的手机找不到了 问他借手机 然后就把手机拿走 结果这一拿走 就没回来 手机不见 拿走了 而他呢 这一着急一生气 心脏病爆发 提前往生了 佛没有念啊 这个时候一生气 情绪上来 正念就失去了 就在这样的心态当中断气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过世了 不是往生到净土了 这样的心态 往生不了 一个手机丢了 气死了 你说这是不是不划算呢 所以念佛人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作一世考验 看看我平常天天讲 要看破要放下 这一次有人帮我看破放下 看看我是不是真的能看破 真的能放下 这是我们举一些例子 来分析一下 我们怎样用佛法的智慧 化解生活中 这些不如意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啊 我学了佛 我就应该样样顺心如意 假如我学了佛 有一件事情不如意 肯定是佛菩萨不慈悲 肯定就要去找佛菩萨 去说说理了 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认为我学了佛 我既然对佛菩萨这么虔诚 佛菩萨 你什么事情都要把我照顾好 这个月赚钱要多一些 下个月要更多 出门都要遇到贵人 假如遇到倒霉的事情 我回来跟你算账 有这样的人 有一个人拜地藏菩萨 家里面天天供地藏菩萨 有一次出门 家里进贼了 丢东西了 回家之后 就指着地藏菩萨大骂 说好你个地藏菩萨 我天天拜你 没求别的 你连个家都给我看不好 我还拜你干什么 从此以后 不再拜地藏菩萨了 真的像小孩子一样 跟菩萨闹情绪 那有人说 不是有佛菩萨保佑 有护法身守护吗 这个地方我们要正确去理解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遭遇 跟我们过去今生的业力有关系 幸好我们学佛了 幸好我们慢慢觉悟了 否则事情可能更严重 我以前听到一位老和尚啊 讲过这样一则故事 很有意思 所以有一对夫妇 年岁很大 六十多岁了 学佛师后呢 对地藏经特别有兴趣 然后专修地藏法门 拜地藏菩萨 可是很奇怪呀 他们拜地藏菩萨 送地藏经 头一年 三个孩子死掉了 夫妻两个呢 还是很有信心 心想啊 这是佛菩萨考验我们 坚持下去 以后会越来越好 第二年 另外三个孩子也死掉了 夫妻两个还是试着说服自己 要坚持咬紧牙关 结果到第三年 最后三个孩子也死掉 总共九个孩子 拜地藏菩萨 拜三年 死光光 这一下呢 老夫妻两个 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 实在想不通 这到底怎么回事 问问地藏菩萨 发牢骚了 就在地藏菩萨向前 就像于经义工啊 在这个赵神爷面前 在那边诉苦一样 列出一大堆的牢骚 不高兴了 地藏菩萨很慈悲 当天晚上 夫妻两个 做了同样的梦 你们啊 不用担心 不是想见一见 你们的孩子吗 明天啊 你们按照我说的路线 去到一个地方 沿路 会见到你们的孩子 慢慢的 你们就会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夫妻两个 夫妻两个醒来之后 觉得很奇怪 这个梦好像 不比寻常 很真实 在佛法来讲 这属于一种感应 于是天亮之后啊 夫妻两个 就按照梦中的境界 指示的 去找 找这个地方 果然 这一路走来呀 九个孩子 陆陆续续都出现 可是遇到的时候 九个孩子 一个个都很凶狠 看到他们 一点都不友善 好像见到仇人一样 也不跟他们讲话 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一转眼就过去了 老夫妻两个 一路走下来 就觉得奇怪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怎么会这样的态度 对我们呢 走下来之后 慢慢醒悟了 这几个孩子啊 可能是讨债 抱怨来的 地藏菩萨 可能是从中 帮我们调节了 不行吧 不行 我们晚上再问问 地藏菩萨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 在梦境当中 地藏菩萨出现 这个时候 把答案告诉他们 你们看到的 这九个孩子 确确实实 是过去生中 结的恶缘 这一次来讨债 来抱怨的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你们两个 会被他们折磨死 就是这九个孩子 他们会想尽办法 把你们折磨死 那么因为你们啊 对我很虔诚 学习很认真 所以我从中 做了一些协调的工作 让他们 把这个愿提前化解 到别的地方去投身了 不用再找你们的麻烦了 你们也不用担心 你们既然学得这么认真 晚年的生活呢 还会有人照顾 因为过去嘛 过去养儿防老 都有这个观念啊 现在嘛 现在很多做父母都想通了 那孩子又不孝 死了就死了算了 不会像以前那么心疼了 然后地藏菩萨就说 你放心 过段时间 再送两个孩子给你们 夫妻两个 做了同样的梦 醒来 觉得 这个事情解决了 可是很奇怪 菩萨说 再送两个孩子给我们 到底怎么送法 夫妻两个都六十多岁了 就这么奇怪 没过多久 老太太怀孕 双胞胎 真是不可思议 那在过去一般人感觉 这真的是奇迹 但是在现在呢 我们在资讯上有看到 高龄生产的 也不是什么奇迹 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呢 这两个孩子 是地藏菩萨 给他们介绍的善缘 就是过去 他们曾经 帮助过的这些众生 到他家里来 晚年照顾他们的生活 两个孩子慢慢长大 而且考中功名 以后做官 突起两个晚年的生活 就是这两个孩子照顾 你看看 我们天天在这边 想不如意啊 佛菩萨为什么不来照顾啊 为什么不来管我 其实啊 佛菩萨已经啊 无微不至的 在替我们化解一些灾难 替我们调节一些矛盾啊 我们只是受到这么一点点 小小不如意而已啊 这一点小小不如意 那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因为业是我们造的 无论如何 我们要承受一些 在承受的时候 不要埋怨 不要怨前尤人 不要因为这样 种下更大的恶因 所以 这个小小的心争 如果不能消除 以后就变成大怨 我们跟人结的恶缘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变成严重的仇恨 我们常常在社会上看到 本来很要好的两个朋友 因为一件小事情 可能就是几句话 也可能就是一点小小的利益 分配不公平 朋友变成仇人 夫妻变成冤家 甚至兄弟也能够走上法庭 回头想一想 何苦呢 俗话讲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少一个冤家 少一堵墙啊 我们且不说学佛 从做人的角度来讲 也应该想通一些 更何况我们现在学佛了 佛在经上明确开示我们 应当这样做 我们常讲 广结善缘 从身边开始 遇到每一个人 我们都以 不说像菩萨 那么样慈悲的态度吗 至少要有善意 与人广结善缘 那么到这个地方啊 这经文算是高一段落 前面这一段 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世间 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啊 应当互相尊重 而不要结恶缘 其实讲的就是 为人处事之道 接下来 依然为我们继续啊 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 所遇到的这些事情 我们应当怎样去看待 说的都非常细致 大家继续看经文 事件之事更想换害 虽不临时 应即想破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由待者 善恶变化 追逐所生 道路不同 会见无奇 何不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欲何待乎 看到这个地方 世间之事 更像换害 世间 我们所经历的 每一件事情 有时候啊 确确实实是这样 用现代话讲 它有一种恶性循环 就像前面所说的 因为一点小小不如意 跟人结恶缘 连带的 就会产生一系列 负面影响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 是很现实的 说是 有一个 家庭祖父 有一天呢 心情不好 做饭的时候 不开心 然后 就把家里面的用人 给狠狠地骂了一顿 无缘无故 把用人给折骂一顿 这用人呢 当然也就不高兴了 他打扫卫生的时候啊 也是心情很不好 这个扫地的时候 有一块砖头 他就用脚啊 狠狠地踢了出去 因为人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啊 是会这样做的 结果 这个砖头啊 飞到马路上 马路上有一条小狗 正好砸到小狗身上 小狗当然情绪也不好 他莫名其妙 被人这个拿砖头砸了一下 就开始乱咬乱叫 结果咬伤路边一个女孩子 路边这个女孩子 当然也不高兴 莫名其妙被狗咬伤了 总不能回过来 再咬狗一下吧 所以就住院 到医院里面呢 去这个住院这个打针的时候 他心情不好吗 就把旁边护士给大骂一顿 现在医院嘛 讲求要人性化服务 护士被骂 不可以跟顾客顶嘴的 可是他心情也不好啊 他不好怎么办呢 当然他也要找个人去发泄 于是他就回家 回家对谁呢 回家对妈妈发泄 妈妈是谁呢 就是刚才那个发脾气的家庭主妇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 可是这样的循环 在现实生活中 绝不是没有 先生发脾气骂太太 他太不高兴骂儿子 儿子不高兴 去打小狗 小狗不高兴出去咬人 这样一来 一连串的恶性循环 就延续下去了 所以不要小看啊 这是一点点恶念 一点点情绪啊 真的是像此地说 更将换害 为什么我们不培养一些 善良的 良性循环的这些行为呢 这是值得我们留心的 虽不临时 应急想破 有很多事情 果报虽然还没现钱 我们应当早早地看破 早早地想明白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这举一个例子 哪些事情应该早早地看明白呢 爱欲之中 爱欲就是感情 感情的事情应当早早地看明白 这并不是说 要看明白了 就看破红尘了 要顿入空门了吧 很多人担心 很多做先生的 担心太太学佛 学着学着 头发就没了 就不再回家了 他也看破红尘 顿入空门了 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看破呢 就是说 把它看淡一些 感情这一桩事情 是无常的 那么我们又生活在感情之中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这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 夫妻之间是感情 父母儿女之间 感情就变成了亲情 兄弟姐妹之间 手足之情 朋友之间友谊 所以这一连串的感情关系 谁都牵扯不开 那么生活在这个里面 我们当然要面对 但是也要知道 这个事情是无常的 我们要用一种理智 把感情升华 那么学佛人 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发菩提心 要用真诚心 去对每一个人 此地所说的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在六道之中 在人生道路上 确确实实如此 再关心我们的人 没有办法代替我们 去走完人生的道路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苦乐感受 只有自己去承担 这倒是真的 我们在与人相处 广结善缘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自己不要执着这些关系 夫妻的关系 父母儿女的关系 乃是一切人际关系 都不要过于执着 尤其是对念佛人 如果过于执着 将来走的时候 就走得很勉强 你就想 还有我跟某某人 关系很好 还有哪个孩子很孝顺 还有什么人 对我很不错 就舍不得 所以虽然我们广结善缘 也不能够过于执着 这只是一切的因缘 我们利用这个因缘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念佛 将来走的时候 你要舍不得 要说服自己 我到极乐世界去 好好地等大家 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团聚 通通到净土 大家再欢聚一趟 岂不是更好吗 这样一来 就把这一种感情的障碍 升华为理智的增上缘 地藏经上有这样讲过 父子至亲 无肯待受 就是此地说的 无有待着 善恶变化追逐所生 善恶变化 就是善因善果 恶因恶报 这都是相应的 可是有些时候呢 他们彼此又有密切的关系 举个例子 修善人会有善果 就是有福报现前 有好的果报现前 可是好的果报现前之后 人如果迷在里面 慢慢地又会造恶业 真的就是老子所讲的 获惜福之所疑 福惜获之所福 什么意思呢 你看上去是一场灾祸 在灾祸当中 人容易警觉 人容易反省 于是善心 良心发现 他就会因此向善 这桩事情 你看上去是一桩好事情 好的果报 可是人在这个里面 会麻木 会迷失自己 因此就造作恶意 于是他就变成了一种祸事 埋下祸根 这就是善恶变化 不管造善造恶 果报肯定都不虚假 这个下面门口 我看到有一幅对联 其中有一句 大意就是这么讲 佛法虽然很高深 很玄妙 但是根本都离不开英国 佛法的大根大本 就是英国 英国是人世间 最恭情的一种准则 善因善果 恶因恶报 有很多人说了 骗人的 哪有什么因果啊 果然有因果的话 那个人天天干坏事 为什么看不到 他是恶报呢 那个人很好 天天修缮 为什么他生活 好像不是很顺心呢 这地方 我们要客观去看待 因果通三世 这一生修缮 眼前生活并不是很好 生活不是很如意 那是因为在修缮之前 造作有恶业 恶业先成熟 所以先受恶报 恶报受了之后 善果就现前了 这一生造作恶业 眼前过得还不错 那是因为他在造恶业之前 或者是过去生中 修有大善 所以善果现前 虽然造恶 他还能继续享福 不是因为造恶才享福 是因为他之前修过善 就好比这个人 天天花颠酒地 没看到他赚钱 可是钱花不完 怎么回事呢 他之前赚了很多钱了 不要跟他比 但是他这样花下去 肯定很快就花完了 道理是一样的 那有人说了 那么我修善了 恶的能不能抵消呢 恶的不能抵消 善恶因果不能互相抵消 有人说 那惨了 那修善干嘛呢 正是因为不能抵消 所以佛才教我们 要断恶修善 要把这些恶行慢慢减少 恶因造下去了 恶源把它断掉 恶果就可以化解 就是恶因 没有办法用我们 种的这个善因去代替 但是在恶源上 我们可以转变 比如之前造恶业 现在我明白了 我不再造恶业了 恶源断掉 那么恶报就会减少 这个就是转变命运的原理 然后让善业增长 以后自己的命运 就会越来越好 道理在此地 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分析一下 有兴趣的同修啊 可以去了解了凡视讯 改造命运的原理 就在这一本书里面 在这个地方啊 只给我们略略的说一下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 而转变的关键 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是不是觉悟 道路不同 会见无奇 在六道之中轮转 确确实实 我们这一期 大家互相聚在一起 成为一家人 成为朋友 成为同修 这个因缘非常难得啊 我们今天在这里 共同学习一堂课 都是过去生中 多生多世的因缘 这是真的 如果没有过去 生生世世的因缘 我们不可能聚到一起 不信 身边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跑进来呢 这个地方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都是缘 所以要珍惜 一旦这个缘没有了 哪怕是对面 真的也没有办法走到一起 何不与强健时 奴隶修缮 愈何待乎 这个是总结劝勉 为什么不趁现在 有经历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好好的向善 好好的求觉悟呢 可能有些老同学就想了 还强健什么 我们现在都一大把年岁了 都这么 都这么样 这个来日无多了 很多人很感叹啊 说这个六七十岁了 才遇到佛法 很遗憾 说我要早一天遇到 就不会这样 其实不迟 七十岁遇到也不迟 七十岁遇到 比六十岁遇到就早十年啊 比八十岁遇到早十年啊 哪怕是临命中前遇到 能够觉悟 也不算迟 只不过呢 我们早一天遇到 早一天觉悟 确确实实 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减少很多过失 学佛越年轻越好 那么有些人有这样的误会 所以我现在很忙 等我将来退休了 老了之后 再来学佛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朋友 有些人啊 还没退休 严老王就请他上班去了 就等到年岁大了 退休了 再来 可是没这一天了 人命无常啊 所以越年轻越好 年轻时候学佛 并不会妨碍自己的事业 只会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动力 带来正面的影响 不会变得消极 不会因此干扰自己的事业 这是我们要正确去看待的 明了这一桩事情之后 那真的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还等什么呢 应当要趁早学习佛法 好 经文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